恭喜張震朗能夠晉身總決賽 爭取我們的傑出聲演總冠軍 張震朗成為好聲好戲第二位出線者 可以爭取總冠軍 超級拍檔蔡司貝的助攻英記一功 網友及一眾評判大讚兩位 神還原張家輝、郭艾鳴 在天地豪情的經典一幕 你知道這隻狗說什麼嗎? 你殺了人,你殺了你大哥的女朋友 幹嘛要把我抹著臉子自安樂? 你殺了我,一會兒讓我抹著臉子知道 你怎麼有事? 我是你姐姐 我敢而知,我姓甘的 真的枉媽那麼疼你? 不就是因為他,他耍我 他扔我這樣,害得我一甘 臭小子 我真的以為是郭艾鳴和張家輝 張震朗這次做張家輝 好過上次的劉青雲很多 師父真的很像郭艾鳴 什麼事? 他是有個腔的 你大哥的女朋友 為什麼要做這種事? 你知道他在說什麼嗎? 你殺了人,殺了你大哥的女朋友 你知道這隻狗說什麼嗎? 你殺了人,你殺了你大哥的女朋友 真的很像 好嗎? 好像不是在配音樂 我覺得師輩真是神話,原因是改 我沒看過這套劇,但我現在很想看 我要找一個可以演戲 聲音又好聽,又專業的 那…再找他 高度讚賞,震朗到你 我本身聽到這個節目,我自己覺得很棒 然後知道賴慧寧是做主持,更加棒 然後朗又是參賽者 我其實一直都很想上這個節目 自己做參賽者,自己的壓力自己受 但當她的拍檔,我不想拉下她 她亦不想拖累她,亦不希望她覺得 但你別這樣,阿靖已經失蹤她 今年不會來美國 她一定會回來,她答應過我 她一定會回來 你相信我吧,她不會來的 我和你一起去那裡找她 你閉嘴,你閉嘴 就算你帶了加快,你也不是萬子 但我覺得你配的角色也不錯 她本身是搞笑的 她做這麼正經的,一樣可以 Bob每個人都稱讚她 所以我都說好像我拖累了她 沒這麼說 但其實第一次你已經有點壓力 我也說了很多次 我聲音是我自己很弱的一部分 所以一開始他們叫我參加這個節目 我的心態都是我希望可以練好聲音 只有這個想法 Lisa和麥大力這對誰也幫不了誰 他們本身都不懂中文,要靠體平音 這次還要升演古裝劇 網民都爭頭,為何要辛苦自己 我們練習的時候,好像說得比較好 真的…現出來是難很多 因為有很多人看著你 今天就是平衡那些 有其他人在旁邊站著 所以更緊張